斯里兰卡民众冲入总统和总理官邸 吃吃喝喝或是跳进游泳池里泡水 坐在绿草如荫的草坯上 享受一下总统籍的待遇 但动乱过后 下一步斯里兰卡将何去何从呢 总统哥塔巴亚拉加帕克萨之前宣布 他13号会辞职下台 让期待政权平稳过度的人松了一口气 想不到他躲藏多日后 在他下台之前 也就是还享有总统豁免权的时候 13号凌晨就带着家人和保镖 搭上军机落跑了 凌晨3点降落在马尔蒂夫 让斯里兰卡人民无法追究他的责任 拉加帕克萨家族 数十年来掌握斯里兰卡的命脉 因此最高法院12号下令 禁止拉加帕克萨所有家族成员离境 其中包括他的弟弟 71岁的财政部长巴希尔拉加帕克萨 以及76岁的哥哥 前任总理马辛达拉加帕克萨 都在机场海关前被拦下 面临究责 可想而知 中国在拉加帕克萨家族主政期间 推动一带一路的种种勾当 也将摊在阳光下 由于斯里兰卡经济破产 通膨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没电 没油 没医药 目前在野的统一国民力量党 已经推出党魁 普雷马达萨参选总统 国会将于15号集会 20号选出新总统 将与国际货币基金商讨 如何解决斯里兰卡经济危机 华氏新闻章片编译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